12月13日,记者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邮区中心了解到,该中心通过小建机加矩阵分检设备,加派人力,人员停休,24小时双班制等工作举措,逐步将疫情积压的快递包裹分送到各网点。 我们采取的措施是,加派人手,工作人员由原来的单班200人,增加到现在双班400人,人员停休,改为20小时双班制,车辆由前期的50辆,增加到现在的150辆左右。 现在使用的小建机加矩阵分检设备属于国内的领先水平,24小时用转,将内发往内地各省市的快递量,这几日也在大幅增加,由原来的单日3万件增加到8万件,快递也是民生,我们将全力以赴,加班监点,保障社会各界的用油需求。 据了解,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共有88处营业网点,63处揽投网点,网点现存积压邮件已投送完毕。 我们是微信广场骗区的,然后一天投送的链接就是120左右,然后收的快递也就是20到30左右,就是疫情之前积压的,我们已经逐步清理完毕,现在的情况已经是正常投递了。 现在快递也通了,已经收到了几个了,还有几个还没到,其他地方也往新疆发货了,挺方便的,挺好的。 目前,新疆各地州邮政快递企业也正在集中力量处理江内积压件,随着末端收头服务正常和积压件快速处理,近江邮件快件渠道逐步恢复中。